特斯拉力推车险服务 打造专属的生态闭环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还记得在2021年末的时候 特斯拉因其在售的Model 3和Model Y 两款车型的巨额保费 而冲上热搜 有特斯拉车主提到特斯拉Model Y的保费 可以从8000左右涨到至1.5万元 在年末的几天 甚至流行启晒自己过山车般保单的潮流 添一个价格的保单 也让其他车主对于特斯拉望而却步 而就在前几日19号时 据CNBC报道 特斯拉开始全面推广自己的车险产品 特斯拉保险业务 已经在去年覆盖美国的5个州 预计年底将达到45个州 到2025一到2025年 特斯拉可以实现为30万辆汽车投保 其实特斯拉对于车险服务关注已早 早在2016年的时候 特斯拉就在澳大利亚和香港 启动了Insure My Tesla计划 以保险经济的模式 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进入保险领域 在2017年 特斯拉也将该业务扩展至北美地区 在2019年 特斯拉在美国加州 推出了内部保险计划 特斯拉车险计划 也将在成熟时推向全球市场 这对于承担着高昂车险的特斯拉车主 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由于特斯拉作为生产商 可以补获汽车本身生产的数据 因此就可以为特斯拉的车主提供一个更低的车险价格 这样一个生态环的打造 既可以巩固到客户的忠诚度 又可以提升其运营扩大其收益 这样的车险服务的推出本质上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降低了巨额车险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为了赚取短期的利润 而真正的原因是鼓励更多的潜在消费者 不要被巨额的车险所下退 提高起销售量 此外 与传统的保险公司相比 特斯拉可以通过车险服务 去了解到客户与汽车更深层次的风险情况 这样也有助于特斯拉在未来 推出更多的私人定制服务 特斯拉的股价其实从当初的如日中天到今天 已经跌了超过30% 这也是由于市场对于特斯拉预期过好 导致其股价被overpriced 现在的电动车市场 已经出现了很多优质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在2022年也有一个很长的路去走 车险服务或许可以为特斯拉创造 更多的营收和竞争空间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外线交易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